小灵,以后不要出门了,我会安排人保护你,我会让人送来丫鬟伺候你,你哪儿也别去,就在家里,绣着嫁衣,等我来娶你好不好 小灵,我再也承受不住任何一次这样的事情了,答应我,好吗?我保证,我一定会迅速强大起来,等我们身边再无危险,你想去哪里都可以,好不好? 好,我答应横帝,今后哪儿也不去,横帝别担心我,你要做什么就去做 小灵,等我 马车很快离去 爹,娘,对不起,让你们担心了 说什么傻话,你没事就好 走,回家 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 晚上洗漱之后,姐妹两人相拥而睡 姐,如果你不想做皇妃了,我就带你走,想去哪里都可以,我们可以去找我师父,我们一起去云游四海 苏小璐心里也难受,暗害陷害各种谋害,会在苏小灵未来一次一次地出现 她觉得这样的日子太累了,她不想让姐姐这么累 小鹿,我不走 小鹿,不走 小鹿 只要是